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二十二號中常會正式宣布 將是採取徵召方式提名總統候選人 而伊甸市掌握的獨家消息顯示 其在對外宣布之前還有一個會前會 不僅是事先確認過主席的宣布內容 更是提前沙盤推演 可能引發的輿論輿情反應 而除此之外 這週中常會的開會通知特別晚發出 也讓黨內弥漫不尋常的氣氛 常會即將開始 請各位常委迅速 國民黨二十二號的中常會 台下中常委人數不多 幾乎固定班底 但事實上案例前一天發給常委的通知單 這禮拜卻是到了當天上午九點才發 會議議程也是修正版 有中常委私下猜測 是不是當天要成立的中央提名委員會 名單還在協調 中常委緩加問題不大 畢竟禮拜三下午兩點開會已經是慣例 但根據本台掌握這週中常會還有會前會 提前先蕊宣布事項討論中常會後可能的輿情反應 避免再複製前幾週中常會後都衍宣出負面風波 採取徵召的方式 團結慎選 當主席朱立倫當天常會上果然震重宣布 2024總統人選才針召提名 主發會主委徐宇珍也特別向中常委報告中央提名委員會名單和原油 避免媒體繼續炒作消除基層和輿論的爭議 最後常會順利結束也沒有中常委在會中提出異議 能夠減少任何爭議就是我要努力的目標 黨中央謹慎安排避免爭議朱立倫採徵召鞏固權力核心 外界觀察出了為2024達帝 也是防止黨主席朱立倫剝教 那既然是爭招的方式 就會賦予黨中央跟黨主席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權利 我可以拜託大家這種這樣子的一個陰謀論 這樣子的小劇場 這樣子內心的焦慮感 可不可以等選贏了 你們再來演 政壇而語不斷 因為明年初就要總統大選 选赢 党主席恐怕得由新任总统兼任 选输 朱立伦又得为败选请辞负责 随着大选的到来 就看朱立伦如何立保党回大位 记得综合报道